大家好,我是阿伟 今天给大家再拍摄一台V190的加长轴超高顶 为什么要拍这台车呢 是因为它是一款线车 而且前天拍那个V190的加长轴超高顶线车 昨天被我们浙江的车友直接在网上预定给拿下了 然后咱们今天再次拍一台线车V190的加长轴超高顶 咱们车友们可以对比一下 喜欢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来关注这台车 首先它是一个5米94的长度 2米8的一个高度 2米1的宽度 蓝牌C罩是极客驾驶的后驱后双胎 2.0T的上气派发动机 匹配的是6速AT的一款变速箱 开起来那种感觉还是挺好的 来到车的左侧咱们看到水箱的加水口 还有给房车充电的充电口 是在左侧 到时候咱们可以使用水 使用电 大水 大电 大空间 大房车 走 上上看布局 V190这款车 打造出来 B型房车 空间真的是很大很大 我打开车门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是一个四座的设计 四座设计 主驾和副驾 是两个座椅 副驾是支持360度旋转的 包括咱们这个主驾 也是可以来选择 座椅旋转 只不过 目前咱们刚刚把车挪到这个地方 没有旋转 旋转的话 是开不了车的 咱们先看一下中控这一块 中控这一块 还是感觉有点硬朗的感觉 端功能的方向盘 定速巡航 导航 大屏 这边 还有挂挡挡杆 还有空调 包括咱们主驾还标配有安全气囊 头顶上方有17寸的锡顶电视 电视是可以连接手机WiFi 来看节目的 包括你想喜欢看的直播 都是可以来看到的 上方有一个额头柜 最顶端这一块 我们这款车还设计了一个LED的一个照明的一个小暖光灯 这样的话打出了暖色 在车内感觉会特别的温馨 V90超领这款车内高是比较高 内高能达到1米93的一个高度 所以说身材高 大点朋友们在车里也不会说感觉到特别的拥挤 咱们接下来来看到汇科区这一块 因为它毕竟是大型的房车 空间会大一点 所以说中间这个小桌板肯定要宽一点 和咱们之前那个福特车型比起来 可能比的大很多了 我现在坐在这个座椅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感觉非常的宽松 奔驰的微听座椅 商务座椅 它这个座椅是可以往前拉 然后直接来往后 往后躺的 这样的话会特别的舒服 长时间行车的时候 咱们后排的车工人员坐在后面 有一种那种很享受的感觉 包括这个外推窗 行车的时候是关闭的 咱们可以看车外的风景 然后住这情况下是可以来打开的 它上面配的还有防纹隐私的液体 这个窗户是双层的亚克力 防止结霜的 来到后面能看到 它这边设计的是一个橱柜区 水盆和电磁炉 在车内 室内是可以来简单做个饭菜的 假如说你感觉有油烟的话 可以把这个窗户给打开 让你能通风换气 电磁炉 瓦数小一点 但是简单做一个一个人 两个人的晚餐是可以的 下方都是一排的储物空间 对了 这台车啊 说到一个做饭 我想起来车外配的还有一个柴油炉 待会咱们可以看一下柴油炉长什么样子 一个不油缸的水盆 抬高的水动头 这样也是防止水花乱溅 水盆水盆的上方有一个220V的电源 还有一个车载电源 包括音箱是来播放电视的生意的 上面还有两个雕柜 右侧这边还设计一个小的衣柜 包括咱们平常使用的被褥都是可以来储藏进去的 下方有微波炉 还有一个85升的12伏的冰箱 可以全天候来使用 我现在站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整车设计的一个卫生间的地方 卷帘设计的卫生间 在里面上厂的洗澡还是很方便的 里面到时候会配一个便携的马桶 而且咱们最新设计是这种小脚盆 这样显得里面空间会更加大一点 当你提车的手 我会把便携马桶给你放上去 很温馨 防车生活嘛 你水电是不可避免的 肯定也少不了 里面有花洒是可以来洗澡的 那么后面这张床的尺寸还是挺大的 还是挺大 我刚刚拿卷尺量一下 它是宽度能达到1米3的一个宽度 然后长度是1米86的一个长度 这俩人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床的上方配的还有住车空调 以及两端还有吊柜 可以储藏一些自私人的物品 那么床下的储物空间大不大 咱们去车后看一下 车的尾部能看到咱们这边 设计的有一个柴油炉的设计 这款柴油炉还是挺好使的 咱们可以在车外来做饭 它会燃烧咱们原车的一个柴油 这款V190原车 它是配的一个80升的柴油箱 所以说加一次油还是能用很长时间的 包括这款车我们实测出来 它的油耗是达到了九升油 还是挺省油的 假如说要是你的车的话 你会更加省油 我打开后门 朋友们可以看到 咱们这款车 它这个床下的储物空间 还设计两个柜门 这样的话 也是平常咱们装一些东西 也是防止隐私嘛 然后里面看着这个储物空间大不大 很大很大 里面可以我们实测 能放下六个密码箱 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这个是一个直阳棚的摇杆 因为咱们车外配的还有直阳棚 包括晚上你休息的时候 这个窗户是可以为打开的 通风换气都是很有必要的 这个一个外推窗 包括那边也有 怎么样 喜欢吗 这款车型 大水 大电 大空间 400的锂电池 然后120升的清水箱 假如说你要定车的话 咱们可以把锂电池给升级 水箱也可以为升级的升级到150升 但是这个水箱是已经升级不了的 定车是可以升级 这个电是可以升级 目前这款电是400的电 你可以装600 800都是可以的 包括也可以为再加装一个洗衣机 昨天那个车友就是升级了锂电池 加装了一个洗衣机 这都不麻烦 很好做 怎么样 这款车目前我们官方售价是在30出一点头 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关注 也可以发私信 来了解这款车的更多的详细的配置 拜拜 我是阿伟